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standing Go out of this world 哇好漂亮喔 我們看後面 一大片的蓮花園 我們現在來金澤居附近的一個景點 聽說在距離金澤居兩公里處的地方 有一個蓮花池 然後這個蓮花池因緣四季 它其實都有不同顏色的蓮花 目前的季節開的大概是紫色的蓮花 我們去這個傳說中的蓮花公園看看 Let's go 金澤居周邊的景點 它其實沒有很多 然後它主要的特色就是 是以田園風光為它的主要特色 那周邊都是稻田居多 可是它沿路的那個風光 其實都還蠻讓人舒適的 它就是那個田間的大菌 啊位在吉安這邊 其實吉安很有名的就是它的米 它的米是非常有名的 因為水質好 稻米的產質也非常優良 看後面都是吉安米 有烏雲來了 等一下應該要下雨 所以我們已經看到那個蓮花公園 那個就是蓮花公園 來去蓮花公園看看裡面的 哇我已經看到了 趕快讓大家看看蓮花公園 這邊還有蓮花茶 提供蓮花茶 然後這邊因為盛產蓮花 也有提供這種蓮花茶 可以來品嘗 我們來看看這個蓮花園 我們來看看這個蓮花園 周邊都是那個水的聲音 哇好漂亮喔 我們看後面 一大片的蓮花園 看到嗎 我們來過去看看 我們來過去看看 這是位於吉安這邊的蓮城蓮花園 我們剛剛從前面走過來 這邊有一個超大的蓮花池 好漂亮喔 超漂亮的 有一個滿滿紫色的蓮花 超美 超美 超漂亮耶 一萬五金 然後上面有一個蓮花 蓮花亭 可以坐坐在那邊觀賞公園 然後中間這邊也有那個 蓮花棚 超漂亮喔 南天白雲 這真的是很時常的景點 這一片的蓮花池 其實非常非常的廣大 然後今天還有看到一隻白露絲 很像假的 這邊好多野鳥喔 有看到嗎 那邊有一隻大隻的 好漂亮喔 推薦你們如果有來吉安的話 可以來蓮花公園這邊走走 會看到很多 很漂亮的蓮花池 水鳥的風景也很美 OK 剛剛就是我們推薦的 蓮城蓮花園 的位置 那 就是如果你們有來吉安走走 你可以來這個祕境看看 它是沒有收費的 但是來的時候就是 最好有噴一點那個防蚊液 其實它小黑蚊非常多 希望這個蓮城蓮花園的介紹 你們會喜歡喔 今天吉安的景點 就幫大家介紹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 分享或是訂閱喔 然後我們來拿去 發揮的 一些小黑蚊液 然後我們來拿去